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2点47分 架权指数最终跌了21点 诶21点几乎是今天的高点啊 对不对 今天开低之后拉上去下来 收盘收盘收盘收在21点 今天几乎是收了一根铁钉线 今天几乎是收了不算铁钉 收盘没有在最高还是有点点上影线 可是今天下影线却相当的长 今天下影线相当的长 枣盘为什么沙盘 我在枣盘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 谈过这个原因 你看上个礼拜五 上礼拜五 欧洲开低走高 美国却是开高走低 因为大家所期待的联准会的年会 开完之后 只确定今年一定会升息 可是却不确定是什么时候 这是正常的啦 为什么是正常的 因为联准会本来 它本身它是一个专业的机构 可是它也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 因为里面叶伦本身它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啊对不对 那我们国内有一个政治人物曾经讲过嘛 政治是怎么样 高明的骗数 既然政治是高明的骗数 它一定是要打模糊仗的 它不可能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明白 如果它那么清楚那么明白 那么会伤到某一部分的人嘛 加上12月美国总统要大选 这个地方有些事情你讲的太清楚 有人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能影响选行的情况之下 它只有打模糊嘛 这是一定的 所以礼拜五美国开高走低 欧洲开低走高 结果算是平稳 因为只跌0.2%而已 科技股是呈现上涨的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一度大涨400多点 收盘涨376点也算不错 那其他亚洲国家 像南韩0.2% 香港0.4% 对不对 大陆股市平盘 所以可见今天亚洲股市 也没有太过的震荡 相当的平稳 那台北股市 一开盘的沙盘 这个原因还是在于外资啊 成也外资 败也外资 我相信外资在上个礼拜 联准会的开会前 它可能预估会有大力多 所以重压台子期 在进多单的部分 重压了8万多核台子期 那你压过头的结果 联准会的利率会开盘之后 没有惊喜 没有惊喜 所以没有惊喜的情况之下高估了 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 台子期率先沙盘 今天开盘之后 台子期率先开盘 9月份的台子期 开地之后 率先沙盘 把整个加权指数给拖款下来 那很多人看到台子期在沙盘的时候 就跟着去杀股票 这样对吗 套一句一个法师讲的话 蝶是真的还假的 眼睛夜障重 所以看到被你看到了 蝶是假的 把电脑关掉 阿弥陀佛多念几次就好了 你看下半场是不是回来了 大蝶的时候你把电脑关掉 去念奥弥陀佛 尾盘是不是 诶 诶 还不错哦 又回来了是不是 当然开玩笑了 可是接下来 却是让你买的机会跌 为什么 因为当台北股市在大跌的时候 整个亚洲股市都很稳 日本也涨200多点 日本没有因为台湾跌 日本没有因为台湾跌 而下来没有 我们9点半 这波的沙盘 日本还是很稳 所以可见得 沙下来就是让你买的 就看你甘买的不甘买的 对不对 保存 找盘打下来 46 就是让你减的啊 收盘之后回去平盘了 是不是大概一块钱上来了 对 保存这个底部搭 这么稳的一个底部 这么稳的一个底部 只怕不压回压回都是满 这个黄金交叉都快要出来了 只要47块钱站上去 四十七块钱站上去 这里一黄金交叉又再喷出了 我跟大家讲过 八个月的大底 八个月的大底 不会昙花一现 既然是八个月的大底 它也会有八个月的多头 因为股本比较大 它会慢慢走慢慢走 可是确实很稳 确实很稳 今天早盘打下来 你敢买吗 不敢 不敢 为什么不敢 今天这个量 六百多亿而已 六百四十九亿的量而已 算我怕就怕死 哪敢买 看这个量也知道 看到外在砍台子行 你吓都吓死了 怎么敢买呢 那是不是很可惜了 尾盘拉上去 哇又乱出了 不买 很乱出的 很可笑的 当然你要买对 当然你要买得到 你要买得到 你要买得不到 要返税还要差 你看比如说像 你如果买错的话 对你看像 卫胜 你买了就完蛋了 二四九八的 轰达店 买了就完蛋 你收最低 是收最低 那如果说你买游戏软体股的 热身也是一样啊 你买热身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说不可以买得不到的 不可以乱买 今天游戏软体股的部分 比如你买热身 也是跌了八点五趴 你买星象也是跌了四点二趴 今天游戏软体股很弱 为什么今天游戏软体股很弱 今天虽然不是九月一号 今天是八月二九号 小学中学高中 今天开学了 那开学游戏软体股都忘记过了嘛 所以今天游戏软体股普遍跌 三趴到五趴不等 所以你要买得到 买得不到也是很麻烦跌 也是很麻烦 你看哦 我们股票 套地 163 163 大盘跌完全无动于衷 163 哎 创今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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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110买上来的 我们从110买上来的 现在不是四十几%而已 现在已经48%了 110上来到163 创今年新高 已经48%了 我也跟大家谈过 套地之家公司 今年极有可能一股赚20块哦 现在开始进入它年度的旺季 每年8月9月10月 每年从8月见底 7月见底开始 8月9月10月 是它营收的高峰期 所以去年也是从8月开始 7月见底 8、9、10 3个大片 现在8月7月见底之后 整个大底完成 站上几线之后 8月才刚开始 这个整个多头旺季才刚开始而已 加上今年每股获利 有20块钱的机会 有20块钱 今年每股获利有20块钱的机会 会不会来250 会来25块 你看这一年赚12块就来250 今年有机会赚到20块 会来25块 你们等着看 单单的看 当然我们100亿买到这里 我们已经是赢定了 这里你还敢追的 我觉得还可以 可是你心脏够大的 这里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 但我不强迫你去追高 你可以找那种类似刚开始的 我们上星期五跟拜六演讲 礼拜五跟礼拜六讲座 我把我演讲会场 我把我自创的悬谷法 我把我自创超强的悬谷法 免费教你 这是讲义 上课的讲义 很多人来听 台北厂爆满 很多人来听 当然有更多人 听到场地费 就打退堂鼓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我不是要赚你那个场地费 我贪你的场地费 那几百块 我败给你了 那是一个诚意 我这个课程全套四万五万 单一堂课就要五千块 我免费教你 好歹你们弄个场地 我来说嘛 我来教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听到 啊我百块场地费 几百块场地费 不要 无所谓 你没有学的诚意 我也无所谓 那有来听的还是很多 有来听之后 我相信你的一些专业 你们应该是肯定的 我挑股票的方法 党党都会涨五十趴 我相信你们听完之后 你们也见证到了 所以那天演讲会完之后 有好多人就跟我讲 林老师 你这步 起码值六万 最少值六万 因为这套学会之后 每只股票 都可以让他有 赚大钱的机会 每一只股票 他都能够赚五十趴 都能够赚 而且我保证交道会 相信 礼拜五礼拜六 有来听的 你们就知道 对不对 师傅你进门啊 修行看个人啊 你看我们代表讲的这支股票 利丰 利丰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利丰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利丰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利丰大涨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支股票 3205的白岩今天涨了 两家公司是一样的啦 利丰跟白岩是一样的 因为利丰他是专门卖 美容保养的 对不对做直销的 利丰的东西就是白岩在生产的 虽然说白岩今天比较强 可是 有一线跟二线嘛 有主角跟配角嘛 利丰是主角白岩是配角 因为利丰业绩如果不好 白岩的代工也不会好 那当然白岩他比较活泼 今天拉涨停 你看两支股票的现行 白岩从350跌到150 利丰 从383跌到153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图形 今天两支股票是不是都在底部 利丰今年上半年6块钱 去年上半年5块1 今年比去年好 股价为什么跌那么深 股价为什么跌那么深 因为利丰上半年的业绩是在淡季 利丰每年上半年1到6月份就是淡季 7月开始整个营收开始攀升到年底 这是固定的循环 所以上半年在淡季的时候 股价涨高跌是正常嘛 当7月过后开始进入旺季之后 8月份开始营收开始一路攀高 股价就开始推高上来了 这是不是又是一档 是不是又是一档 高获利高成长低卑鄙底部的股票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一开始之后 今天一开盘之后 也是到我们会员开始买 会员开始买利丰 你看今天一路上来 大盘沙盘完全不影响 这大盘沙盘开始了 刚开始而已 利丰原本它是以中国大陆的市场为主 最近跟屈城市签约 透过屈城市在全国500家的通路商 开始打入国内的市场 美容保养的部分 同时近年度在直销的部分 在台湾要开100家的直销专门店 目标近年度的总店 在台湾要达350家 这个都是公司的企图心 所以这行情从底部开始动 最为零腾业的特色 我专挑高获利高成长低卑鄙底部的股票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基本原则 还要再加上我独特的选股法 那么才会每一支股票 都是50% 50% 50%在涨 对你看近年度台光店已经68%了 对 地宝已经48%了 照例做两趟91% 军药做三趟已经87%了 对 绿月55% 心腹发78% 这个不是奇迹啊 没有人运气好到每一次都50%的 这是对的方法 这是对的方法 对的方法 你皱而夫子重复使用 你就能够50% 50% 50%一直赚下去 所以 绝对不是奇迹也不是运气好 这是对的方法 你看台光店 对 是不是底部埋的 一路上来 一路上来 还参加雏权 对 二产八三的台光店 底部买的 上来 参加雏权 含权 算下去 又填权创新高 哎 68%了 68%了 这要继续哦 可是我不建议你再去追 你应该再去找下一档底部开始的股票 新复发也是啊 78%了 78%啊 对 新复发 我们35块 40块 买起来 再参加雏权 填权 还没填权啊 参加雏权 又上来 这样78%啊 我不会叫你再去追这个 你要去找相同刚起涨的股票 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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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赚50%的股票 刚从底部刚刚开始起涨 刚刚从底部刚开始起来 这三档今天也都上去 三档今天也全部都涨 而且我们从 开始操作到现在 已经赚超过10%了 已经超级10% 10%对我们来说 是刚开始 10%对我们来说是刚开始 你不要等到它又涨到30% 你才又想要赚 你才又想要买 那个就来不及了 现在你跟 还来得及 今天全部都涨 你现在跟 还来得及 一支六十几块 一支三十几块 一支十块钱的股票 目标再赚50% 目标再赚50% 今年剩下最后的四个月 你仅仅没贪到钱 后边这四个月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 绝对有办法让你再赚50% 打之前没有赚的 赚快给要回来 重点是你方法要对 方法你要对 相信林和宴的方法 把最后这四个月 托付给林和宴 我20年的经验 绝对值得你托付 绝对值得你托付 我一直在找 我一直在找 一起赚钱的伙伴 我用我的专业 带你赚钱 你停我的专业 这个市场很大 我们有赚不完的钱 我们有赚不完的钱 666的活动 最后三天 666的活动 最后三天 先打六折 再打六折 所以是3.6折而已 同时会期六个月 这是今年以来 最便宜的一个活动 我不是要用便宜来吸引你 这个纯粹是为了帮你 最后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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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掌握机会 02239933 0223219933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这些风险